Hello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好與你分享的是 每日遇見杜拉克 11月22號文章 聯邦制分權的要件 事業單位 起碼要對公司有貢獻 而不只對公司獲利有貢獻 建立聯邦制分權組織的要件 很嚴格 一家公司必須真的能夠 劃分為數個真正的事業單位 才可以實施聯邦制分權 這是聯邦制分權最基本的限制 聯邦制分權最低的要求是 事業單位必須對公司有所貢獻 而這份貢獻 必須通過市場這個客觀判斷標準的檢驗 證明是真正的利潤 最高管理階層的工作內容 必須經過明確定義仔細考量 聯邦制分權才可能發揮效果 聯邦制如果實施得當 最高管理階層就能夠善盡職責 因為他們不必擔心日常營運 反而能夠專注於未來的方向、策略、目標和重要決策 聯邦制原則需要各營運單位 也就是擁有自主權的事業單位 負起更大的責任 聯邦制分權需要採取中央控制 以及一致的評量方法 自主事業單位和最高管理階層的經理人 都必須了解公司對每個事業單位的期望 何謂績效 以及哪些發展是很重要的 中央必須要有信心 才能給予各單位自主權 這就需要無可智慧的控制機制 聯邦制公司旗下的事業單位 就必須建立一套可以立即反應 績效好壞的控制機制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LCO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華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